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回到King Sir接觸的时间 今天我们继续恐龙系列 今天这个特别一点 这个应该很少会出现的一个造型 好了,这个我们今天接这个是恐龙蛋 是破壳而出的小恐龙 就在恐龙蛋那里 这个都是一张纸造成的 这个就比较小微一点 有些位置留心看 我们开始接了 首先就接两条对角线 这样对角线 打开又接多一条对角线 一个十字 每次都会讲的 接纸的时候最重要是每一条接线都对得正 譬如对角线就对角 如果是接的时候就刮一刮它 好了,第二个步骤 我们的尖尖就对正中间的点 但这次我们就做个mark 就不用摺整条痕 接着再来尖尖就对到mark 这次就摺实它 好,这个底面要分得很清楚 黑白的位置 即是有颜色那边就现在在底 没有颜色那边 白色那边就在表面 因为白色是个蛋壳 好,接着要做到这样的形状 这样摺上来 好,今天这个新摆的镜头非常之好 好,解开之后第二边就是这样做 好,然后留意这个细微的部分 好,这个角落头跟上有一条中线 跟上一条中线就摺到这个尖尖的位置 就是这样 然后我们就跟上刚才摺的那条车 两边合起来 这样的形状 好,现在是这样 我们就反转一张纸 这样摺过来 摺过来的位置就用这个角落头来做标准 我们钻着这个角落头来摺的时候 这个尖尖就对正条中线 好,然后这一边也是这样做 首先这个尖尖要对着中线 就用这个角落头来做这个位置 好,我们有两条平衡线 反转它 就把这条线触到中间的线 那么,线贴线这个摺法一定要尽早纯熟它 而且要对正它来摺,摺得好一些 不要怕一条长的平衡线 因为迟些会有很多这样的步骤要做 好了,然后这边一样 捏起这条刚才摺的那条线 然后将这条线对正中间摺下去 好,然后这条线就摺到中间 两边都是这样做 好,现在大概是这样的形状 大概是这样的形状 好,然后我们做一个小微的部分 上面这两个角落头摺到中间的位置 因为已经有那么厚度 那么中间的嘴就摆过来 有那么厚度,所以我们就要刮实一点点 好,刮实了 打开它,上面这个角落头就跟着中间线摺下来 那摺的位置就不是摺到尽的 大概是指的一半 那去到这个位置 然后最尖尖的角落头摺少许进去 少许而已 我说是小微的部分 因为这个是恐龙的眼 这边一样 这边一样 那我们就是了 把这个角落头 小角落头摺去 跟着中间线 这个尖尖 要 完成了之后,这个尖尖 最后这个尖尖就摺少许进去 少许进去 大概是这样 然後我們把手打開這個位置 跟回一開始的接線 然後把中間的嘴又放過來 就一樣這樣做 手指伸進去跟回中間的接線 兩隻眼睛類似是這樣 然後這個位置就斜接上來 就拿中間的角落頭到盡 然後另一個點就是 這個白色的角落頭碰到斜線 兩邊都是這樣 對稱這個位置 因為是恐龍的眼睛來的 小恐龍的眼睛 去到這裏大概是這樣 然後接下來就接回大一點的位置 這個位置摺下來 摺到哪個位置 摺到這個位置就碰到這條線 碰到這條橫線 當然仍然要對回中間線 是這條橫線 刮緊一點 好厚 好了 這裏中間我們有條線 我們有條線 這個時候 這個線的中間點就跟這個角落頭連一條線 我們就把這個下面這個紫的角落頭接上去 就角對回中間點 這邊的角對回中間點 拿靚一點這個位置 兩邊都一樣 這些位置拿得好一點 慢慢移動一下移動一下 如果不可以一次接好 好了 然後這條線就接到下底的線 形成一個這樣的形狀 大概是這樣 現在大概是這樣 好了 去到這裏 這個恐龍的頭就摺下來 然後我們就這樣摺上去 那拿哪個位置 看著 這一個位 這一個位 這個有一個斜線的 下來 然後這個位 剛剛做的線就碰住它 碰住上面那條線 現在是這樣的 現在是這樣的 好了 去到這裏我們反轉 反轉 反轉 這個角就摺上去 那摺上去哪個位 這裏有條中間線 有條中點位 大家碰到角落頭碰過去就可以了 去到這裏我們摺了大半了 其實已經 好了 然後這個位 我們伸了手指下去 就將它這樣劣開 兩邊角落頭都拿到盡就可以了 這個也是 這個也是 這個角落頭和這個角落頭 即是中間的位置拿到盡 這樣移一移下來 好了 這個就是恐龍蛋殼的裂痕 裂痕的位置 然後這個角落頭摺下來 那摺下來 那摺下來就沒甚麼特別標準 沒有甚麼特別標準 這個角和左右兩邊這個角有少少平排 但又高一點 像恐龍蛋殼的殼 然後我們接上來 接上來的時候 中間當然要對著 兩邊這兩個白色角落頭剛剛碰到那條線 碰到上面那條線 好 然後 去到這裏應該沒有甚麼問題 然後越摺越細 那就差不多完結了 將它對摺 現在是這樣 如果不是這樣 就要看之前的片 你有沒有地方接漏 接錯 好了 然後這個複雜少少的部份 有些成形 將這個抬著 移動少少 移動少少 移動到甚麼位置 移動到 這個隙這個位置 剛剛碰到 它恐龍的身 那條直線 剛剛好 那就差不多了 去到這裏 去到這裏的時候 然後我們又抬著恐龍的頸 這個位置 將它移動上來 線一線地移動上來 其實又不用移動很多 不用移動很多 大概這個形成一個直角 那就差不多了 這個手的位置 都會拉出來 這樣移動一移 好 然後這個位置就複雜少少 因為本來就應該在裏面做出來的 我們為了方便大家看 我就打開這個位置少少 做給大家看 其實你們不用揭開這個位置 你們照在裏面做就可以了 首先我們 這個位置 同這個位置就連一條斜線 這樣就 摺過來 然後 然後 下面這個位置 就拿到盡 拿到盡這個位置要尖 這樣拿到盡 這個就用來做恐龍仔 小恐龍的手 這個可以蓋住 然後上面這個小的角 我們就 頂住兩邊這樣摺下去 這樣 這樣 用來做了這個手 好了 我們回復它原本的樣子 其實會遮蓋了 看不太大 不過沒甚麼所謂 我們照接 這一邊我就照原本應該的樣子去做 其實就 揭開少少來接就可以了 就不用好像 剛剛才說 剛剛才是為了方便大家看 在裏面做就可以了 兩個步驟都一樣就可以了 好 完成了之後 跟著就做頭部 這個頭部 頭部其實好像摺紙殼這樣 把它摺下來就可以了 好像紙殼的嘴 這樣做多次給大家看 就是一個reverse flow在裏面 放它進來 眼、嘴都出來了 好了 做完這個步驟 就裏面有個步驟要做 裏面有個步驟要做 就是它摺進去的時候 裏面有些紙會拉動 會拉動 你要盡量整理到它 不要影響頭部的位置 它那塊紙是拉動的 盡量整理好 不要拉動頭部的位置 兩邊都這樣做的時候 兩邊都這樣做的時候 那隻手就很清晰 就不會說多了一條東西 多了一塊紙在後面 主要這個步驟的用意都是這樣 摺右了隻手 兩邊手都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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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時候我們可以將手 用一個reverse flow勾出來 少許就可以 因為其實小恐龍的手其實很短 一個小歐 這邊也是 一個小歐 看到這個位置 很細微的部分 接著繼續放大就可以了 我們接個頭部 接個頭部 首先這個眼睛的部份 這樣接過來 然後順勢拉一拉上面那層 接了一個 六角形 白色的眼睛部位 這邊也是 這邊也是 我們把這個位置拉開 少許 接著就 中間線對回中間線 大家很習慣 按下去 一個眼睛的部位 好 然後這個嘴巴的部位 怎樣做呢 少許揭開它 然後將它兩邊要一樣 兩邊要一樣 將它移一格上來 注意要做到兩邊一樣 這樣 這樣 然後將兩邊都放進嘴的下底 頭部的下底 這邊也是 放進去下底 只會見到嘴微微張開了 這樣子 然後上額這個位置 少許像恐龍的腳板 以前做過 這樣在頂上揭開一點 然後一上一下的反應 就做了一個 類似那些雀鳥的嘴 這樣 不太看得到 不太看得到 頭部還欠一個部位 就是頭殼頂 這個打開的 兩個尖角 我們今次接進去中間 令頭扁平了 平了 去到這裏差不多完結了 最後一個步驟 這個我們看 這個有一個小的角落頭 就凸了出來 我們就接進去 這個就隨便一點就可以了 沒甚麼標準 因為看不到就可以了 看不到角落就可以了 最後一個步驟 我們將它弄起立體化 我們就將兩邊 兩邊 圍起來 圍起來 這個時候我們一邊攝去另一邊 攝緊它 攝緊它的時候 就凸了那兩隻恐龍的手出來 還有整圓的那個位置 整圓的那個位置 整圓的那個位置 整到這個位置 然後我們下面 底的那個部份 小小小兩邊 小小接進去 一方面它就卡緊那個位置 另一方面它就像一個蛋殼一樣 有個圓形的位置 這個恐龍蛋 如果你最後一個步驟 你可以做又可以 不做又可以 就是我們用手指 整一粒一粒這個位 頸的位 就令它的頸 收長一些 如果你不喜歡 整這個位置 其實作品沒有問題 但整了這個立體感就會好一些 還有它的頸就會收長一些 這個位置 雞蛋圍著那個位置 有時候會接得緊的自然 但有時候它彈開 你們可以用一些 膠水貼一貼 白膠漿貼一貼的位置會好一些 今次這個恐龍蛋 我們就接完了 如果你接一堆 給一些小的手指接一堆 可以真是佈置一個恐龍的場景 我們今次的節目時間 去到這裡 我們下次節目時間再見 我們繼續接恐龍的